如果你感到委屈,证明你还有底线,如果你感到迷茫,证明你还有追求,如果你感到痛苦,证明你还有力气,如果你感到绝望,证明你还有希望,从某种意义上,你永远都不会被打倒,因为你还有你,对待社会,我们常说要向前看,对一个人来说,也要向前看,生活总是这样,不能交人相处都满意。 但我们还要热情地活下去,人活一生,值得爱的东西很多,不要因为一个方面不满意,就灰心。 很赞同的一段话,我们都习惯于和亲近的人发脾气,而保温和的一面留给了陌生人,因为知道亲近的人不会转身,不舍得离开,没法轻易地断掉你们之间的联系,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做所谓的自己。 你要明白,你说出口的那些伤害,总有一天会疼我自己,也疼了别人,所以想要开心地在一起。 舅舅好好地说每一句话,在这城市生活久了,慢慢学会等待学会淡然,有时候身边的噪音不重要,别人的羡慕极度很,也不重要。 重要的是,管好自己,做好该做的事,因为,宽恕是最好的回击,自己努力向前,也是对恨你,愿你的人的最有力的反驳,对爱你的人的最好对照。 人生在世,需要一种姿态,我走着,你看着,也很好,不要老在别人面前,倾诉你的过境反途你的脆弱,不要向着依靠别人,要有目标,有追求。 这与年龄无关,曾经发脾气,三天三夜恐怖好,如今生的气,转眼就绝没必要,时间让人慢慢长成了好脾气。 所以,看一个人成熟的程度,要看他平息怒火需要多长时间,女人到一个年龄,或许最重要的学习,是放下对爱情的执念,放下对爱人的期盼,把更多的爱给自己,给更值得的友谊。 越来越喜欢这样的人,不素服,不煽情,不靠苦难来博取同情。 世界万难中,每个人都还在半步就半的生活,早起的小米粥,月下的主毛豆,他们生息,烦恋,生生世世,漫长的一生充满苦难,但却被他们当成了游乐场。 这大概才是人生的意义,无论如何只有还能生活,就值得欢喜,庆贺,不得不承认我是个很天真的人,谈问恋爱就想过一辈子,交个朋友就想好来一生。 尽管有时候故作姿态,说这一切顺其自然,可心里不愿意让任何美好的事情发生一丝的改变,对于一个在感情上没有人见的人来说,最大的期盼大概就是希望所有的感情都能争执且长久了吧,不要那么敏感,也不要那么心软。 太敏感和太心软的人,肯定过得不快乐,别人随便的一句话,你都要胡思乱想一整天,敏感和心软,都因为太在乎别人,活不出自我,可世上偏偏没那么多的将心比心,你当好往往会关注得寸进尺的见人,太过考虑别人的感受,注定自己不好受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